有一个父亲拿出两个苹果 一个很大但是很酸 还有一个很小但是很甜 给两个孩子 两个是姐妹 一个姐姐很自私 这个妹妹呢很随缘 妹妹呢经常快乐 这个时候呢 姐姐呢一吃大苹果不开心了 怎么这么酸呢 妹妹呢一吃小的苹果 哎呀真甜真开心啊 姐姐一把把她的苹果拿过来 把那个大苹果给妹妹 结果姐姐一看这么小 妹妹一拿到那个苹果 哎呀真开心这么大的苹果 想一想 心是靠自我调节的 一个人开心和不开心 都是靠着自我调节的 所以同样一件事 你能看到不好的事情的优点 就是正能量的心态 如果一个人看谁都讨厌 不管看见谁先找别人的缺点 那它就是负能量的表现 现在的人要让别人看得顺眼 很难啊 连自己的孩子都看不顺眼 自己的老婆也看不顺眼 老公也看不顺眼 难啊 因为人的心啊 在不断的运作当中 学博 学法 要懂得慈悲之心 看别人都可怜 看别人都是好人 你的心中只有好人 看别人都是坏人 你的心中充满着敌人 所以心中不满就是看到人间太多的不如意的事情 今天来的佛友们和朋友们能够笑得出来的人 说明他还有很多善的东西 如果一个人笑都笑不出来 他看见所有的人都很讨厌 如果卢台长今天坐在这里 看见你们都很讨厌 我来干什么 因为我的心中看到了你们都是佛 都是菩萨 就说明台长心中充满着菩萨 充满着佛性啊 谢谢大家